大家好啊 包子第一算是彻底自己给自己打脸啊 与这个普京与俄罗斯啊 签署了正式的结盟的两个文件 应该是今天最大的一个新闻吧 一个看点吧 为什么呢 首先第一呢 全世界都在围堵俄罗斯 你这是我跟包子跟这个俄罗斯结盟 那肯定是与整个西方世界为敌呗 这当然就是最大的新闻 所以可以说是二战以后吧 二战以后啊 差不多一百年了 人类社会再一次分成两个阵营 一个是欧美社会啊 自由民主社会 一个是那独裁社会 这个东西一定要看清楚这么一个大趋势啊 哎 第二呢 是什么呢 就是包子迪外交部 战狼外交部 过去这么多年 一直是奉行一个不结盟的这么一个原则的啊 这是个国策 不结盟 所以俄罗斯搞成这样 中国的外交部一直都在强调一个观点 我们不结盟 但是我们是朋友 所以你朋友归朋友是不是 你私底下可以搞一搞 但是你正儿八经的通过文件的方式 两个国家结盟 这等于是包子迪自己跟自己打脸呗 所以呢 还在中国国内的人啊 以及还对中国这个有幻想的那些个各路的想赚钱的人啊 不要再有幻想了 一个时代就就这么轰轰烈烈的开始了啊 这是个大事真的 二战以后一定要记住 二战以后人类是会重新分回两个板块 过去这些个年 你会经常会看到全世界有类似的一些个现象 比如说当年小布什当总统的时候 把这个朝鲜的伊朗啊 就定义为什么邪恶轴心 什么轴心国邪恶轴心 其实它也是个二战时代的一个说法 啊 用在今天这个时代 但是 你要知道伊朗跟朝鲜 还有什么什么俄罗斯也好 还有什么什么 他就是一个意识心态的一个对抗 他们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结盟 真正意义上的结盟 那真的是推到二战时代 是不是 其他的都是一些个 松散性的框架 你要知道我们这些年全世界最大的结盟是什么 是世界贸易组织啊 对吧 所以它是一个全球化的这么一个时代 完了以后呢 现在中国跟俄罗斯搞一块 就那一下子把整个人类社会就分成两块了 所以一个一个所谓的全球化的时代 就基本上宣告就结束了啊 这里是有需要跟大家解释一下的 我看到有些个人呢 看热闹也没看过门的 攻击我们这些个保守主义的人 攻击美国的共和党 攻击这个美国的马嘎党 反全球化 这些是门都没进啊 真的门都没进 有一朋友告诉我说有人居然有这种深调啊 共和党 马嘎党 保守主义 从来就没有反对全球化 只是强调人类社会的市场的经济的合作 它是以伦理秩序为前提的 是以这个什么 以价值观的共鸣为前提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任何市场经济 它都要考察这个市场交换层面的交易费用 而交易费用呢取决于人类的诚信的美德 取决于人类社会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契约精神 如果你一个文明人跟一个流氓搞全球化 那你必须要假定一个逻辑前提是存在的 就是你这个流氓国家也是这个讲究这个契约精神的 也是讲究合作的方法的 你像土共中国 它是你完全是说话不算数的这么一个国家 细胞子那就更是了 你签了那么多的合同 你没有一个算数 这是共产党是不是 你朱镕基签的世界贸易组织 那那么多的合约 有一个你实现了吗 你遵守的吗 他没有 那共产党与英国签署的中英联合公报 这么国际性的文件 你遵守的吗 你也没有 是不是 最近的就是细胞子与川普签署的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你遵守了吗 你好不容易派一个刘鹤的过去 你签署的这么一个东西 你回来你就翻脸就把它撕了 所以全球化 它是有逻辑前提的 它是有规则的 保守主义不是反全球化 保守主义是反反对什么呢 反对的秩序的破坏 秩序是什么东西啊 秩序就是规则呀 这个世界是一个人走成的世界 一定要记住 如果人不守规则 任何的全球化都没有意义 跟大家抖一点这个什么思想史的尿 全球化这个东西 海洋公约这个东西 比较优势 国际合作这个东西 它是从哪来的 它是从保守主义的一些个大思想家搞过来的 国际公约以及 国际公约就是全球化的一个前期的一个雏形嘛 是格朗修斯搞出来的 格朗修斯是一个基督徒 所以你看这个 你看那个谁 你看那个亚当斯密的《道德勤操顿》的最后一章 他就认为这个格朗修斯创建的海洋公约 将导致全世界的范围内的市场的分工 这是个了不起的这么一个思想式的这么一个事件 都是一些个保守主义搞出来的 保守主义一方面主张开放与合作 一方面呢又强调秩序与这个法律与原则与规则 一个没有规则的人是谈不上保守主义的 说保守主义在政治学的意义上是保守规则 没有规则怎么办呢 你习包子就是个不讲规矩的人 昨天我们讲过这个清华大学的任建涛老师 他就讲习近平这代人 甚至包括胡春华他们这代人 当然他这个小傻叉的已经是被习包子给拍死了 就是这代人包括我 包括我们这个年纪的人 从小就没有养成一种契约精神的训练 没有契约精神就是不讲规矩呗 一种乱搞的是不是 我有时候我想想我这个人过去做的事情 虽然我是个纯种打酱油的 纯种屌丝 那真是做过这种事情 说好的的跟别人做了事情怎么的怎么的 一旦看到自己赚钱了就舍不得了 然后就把自己说的话就忘记了 说话跟放屁似的 你以为我没搞过这样的事情吗 我也搞过的 只是因为我这种人没什么影响力 也没有手上没有公权力 它没有构成一个巨大的破坏性 但是一旦我这样的人 如果你让我做个国务院的副总理 你让我做一个省里面的省委书记 我不太慢的把这个省里面 把这个国家搞的乱七八糟 我起了个怪了 所以我们批评中国真的是 一定要有一点点基本的常识 不要一通乱批评 乱批评就是看热闹没看出门道 没意思的 所以这个包子里正式自己打脸自己 跟俄罗斯签署正式的结盟文件 这是一个对规则的一个严重的破坏 人类社会要将进入黑暗的时代 不知道有多久 你真的不知道有多久 你就想想吧 这是二战以来最醒目的最残酷的最悲怆的人类的格局的变化 一定要记住 这是包子里去俄罗斯干的第一票大事 真的是 我看完了以后我非常的悲哀 非常的悲哀 所以跟大家讲点学历 讲点思想史的东西 完了以后呢 还有一个段子也是挺好笑的 说这个包子里呢 为了这个 把这次活动做的特别牛逼是吧 完了以后呢 本来是做的波音公司过去的飞机空军一号过去了 空军一号的这个配备 跟美国的空军一号没什么区别 特别制造的大飞机知道吧 然后呢 中相部在那里带节奏 网信办带节奏 城内的五毛发放出一个特别的令 我觉得笑掉牙齿的这么一个段子啊 说这个包子里不是做这个空军一号过去了 而是做这个国产大飞机C919过去的 有很多人还真信 在那里讨论啊 你看到有一个人在那里讨论 说他讨论倒是怀疑了 没有说同意啊 说什么 说北京到莫斯科的直线距离是5790公里 而C919的最大的航程是4075公里 那中间还得停下来加油吧 再说中国的国航好像还没有订购C919吧 是不是一字又说你这吹牛逼不犯法 你这没必要 所以呢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段子呢 那肯定是土工有一带节奏 你千万不要以为是有些个人混乱搞的啊 所以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就是中相部网信办 故意布置的 因为他们都知道 习报子这一去跟俄罗斯一结盟 中国再也不会有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了 再也不会有这个享受全球化的红利了 再也赚不到人口红利了 再也没有国际的这个市场的分工链上面的 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了 那麻烦了 那这是唯一的有用的东西就是什么呢 就民族主义吧 是吧 自主创新吧 你看我的情报看久的 我老是跟大家提一些一个 思想史的一些一个重大的事件 中国这个国家 凡是搞民族主义 凡是搞什么自主创新 凡是搞这个独立自主自立更生 凡是搞这个叫什么 叫什么强国 厉害国 就是搞这些个词 是吧 凡是搞大国崛起 就这个时候一定都是最难的时候 这个 因为这些东西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它都是民族主义 都是打鸡鞋 接下来肯定日子会非常报国 就像晚清 晚清本来跟西方社会合作合作的挺好的 是吧 它非得要示意长期以至宜 它非得要搞什么商战 是吧 所以你看火眼甲 你就这么看的 就充满着狭隘的 我们小时候看的电影是吧 狭隘的 破坏经济学常识的民族主义 真的晚清也搞过这个东西 毛泽东上来搞的时候就是八个字嘛 独立自主 自立根生 习包子上来就是五个自信 是吧 自主创新 你怎么可能自主创新呢 你不可能的呀 所以他放这个消息说习包子说 做这个C919过去的 其实是给墙子的韭菜打鸡鞋 你看我们的总书记 做国产飞机过去的 接下来我们要一起什么呀 过紧日子 我们要独立自主 完了 独立自主习包子 可以独立自主 他照样有姑娘睡 照样有毛泽酒喝 照样可以出去大散避 我跟你说 但是你老百姓独立自主的结果就是 你找不到工作 你会饿死在街头 真的 不是开玩笑的啊 那还有一种说法 有一个哥们告诉我的 我笑的也是松下裤带子 他就讲他说 这个消息不是中网线班搞出来的 网线班没那么傻 是有些恨细胞子的人搞出来的 说细胞子好牛逼啊 做的是C1919过去的 你要知道这个飞机从上海飞了一趟合飞 是吧 刚起飞没多久去撤回来的 为什么 一堆的毛病嘎嘎嘎哒响 是不是 警报各种报 赶紧飞回去 而且还是空飞机 没有做人的 你说细胞子是不是有病呢 但没病 这么大一个国家元首 绝对安全 怎么可能呢 但是为什么放出这样的消息 是很多墙内的恨细胞子 恨得牙痒痒 那样的人 放出这么一个消息 所有人都在那里 天灵灵地灵灵 希望细胞子的飞机掉下来 死了拿倒 是不是 一死了中国人民就过上好日子了 又开始跟美国人 跟欧洲人跟日本人跟韩国人 跟台湾人搞好关系了 你只要细胞子不死 我告诉你中国死一亿好玩一样的 你不行你就是等着看 反正我是天天跟大家喊啊叫啊 有时候话说的不好听 真的不好听 但是呢 话操你不操 有机会赶紧出来 是不是 哪怕死在路上 都比死在中国饿死强 真的 谢谢